嗨,大家好,我是周文投资长的分析师Brandt,这个三大指数呢,昨天长得很凶,其实昨天看起来好像也是进攻性比较强的样子啊,那个但是今天呢还是出现了下跌,而且是早盘一路下挫呀,打的多头今天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的,今天早盘这个下跌, 连一个最简单最基本最像样的一个反弹行情都没有,可以说空头今天把节奏拿捏的死死的,即便盘中时间段呢有过这么一个利好,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暂时性的达到人道主义的这个休战,可是市场涨起来之后还是不行,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盘中时间段的时候,首先昨天的做空仓呢还是拿着没动,然后呢在今天盘中时间段的时候啊,发现了呃这个地方开始往上反弹, 但是打到vf之后呢,一个反弓无力,再往下掉的时候就整个就是被压制的这个节奏非常的浓厚,其实包括标普啊,那个情况也是呃,反正就是不太好,所以我们今天盘中时间段的时候呢,呃,我们是继续买了这个sqq,继续加买了sqq的这个仓位,就是这块的时候进场的,又进了一波,是看这个尾盘进一步下挫, 后来尾盘也确实是下跌了,但是我也没减仓,呃,还是持有的这些仓位呢,继续去过夜了,呃,可以说呢,还加码了一点这个做空仓哈,我觉得呢,多空现在是没有方向的,其实还是那个问题,昨天做多的人,也不用那么开心,说啊,好开心呢,市场涨了,呃,一样的,今天做空的人,虽然市场下跌了, 我觉得也不需要那么开心,因为这个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呢,横盘整理,呃,这个图可能这样画的有点草率,在整体上吧,基本上就是这么个造型,横盘整理,然后今天可能是达到了这个低点,然后目前呢,获得了一点点的支撑,你说这个市场,明天会不会强力的再向上去走高呢,这是不排除的,因为这个方向性,你说单看纳斯达克的这个图,其实它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,对吧,纳斯达克的趋势,整体呢,还是这么个上升的状态,然后你看, 看一下这个QQQ的图形,这是QQQ30分钟的图形,其实也就是一个横盘整理,所以多空啊,现在依然还是没有方向,大家呢,依然还是在这里去寻找方向,向下340的支撑,向上350的压力,所以多空请继续的耐心等待,呃,短时间之内的这个涨跌都没什么用处,我们还是要看市场,最终把30分钟是往哪个地方去选择,我认为呢,这个市场可能会 走出的形态是这种已经是,呃,下跌,下跌之后呢,反弹没有打过这个压力点,均线的压力位,而再度选择了向下破位,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隔夜市场当中可以有反弹回到个14120左右的位置,然后好让这个产品进一步的再继续下跌,我觉得市场是有可能会走这个样子,整理平台这种下杀的状态的,然后横向的支撑点在这里13900,如果把这个平台啊,这块再给打穿了, 那几下的话,其实也不知道能跌到哪一个地方去,反正我是认为市场会走成这个样子,那怎么承认错误呢,这个止损点,我觉得就以今天盘中的这个压力点,1421差不多这块位置吧,盘中时间的这个压力点,做个止损就可以了,只要这个产品呢,呃,向上的反臭的力度,不去打掉盘中时间的这个压力点,应该就是可以的,呃, 就是可以整体就是维持抗空的观点,但是如果把这个平台的压力点给它突破掉,那没什么办法,市场呢,就依然还是处于这个震荡的行情下,所以这就是目前哈,市场大方将大环境上面,我是这么个感觉,呃,稍微分享一下,然后美元这个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图形,美元走强呢,也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事情, 今天我看有人,呃,就有会员,他问,他说要不要去做多黄金,做多国债,想要去做多国债,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事情呢,会导致大家对于避险情绪的一个追求,呃,很多人来买了这个国债的这个价格,所以导致TLT,比如说TLT吧,他就没有再继续的往下跌,美联储加息啊,还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,这个大方向上是要继续加息的,所以呢,我认为国债收益率应该方向还是顺着这个通道继续往上去走强的, 所以我不认为应该是去呃,做多国债,至少从基本面的角度上,不太应该是这么去做,那TLT这边呢,TLT这个地方,他的这个价格是呃,打到了这个低点,你说如果你是基于盈亏比的角度上,你想尝试一下,OK,但是你要是说胜率有多少,我是不觉得这个地方你有什么胜率的,因为美联储加息还是一个方向性,所以国债收益率呢,我还是整体继续去向上, 看涨好吧,呃,美元应该还是会继续走强的,这个前两天我们分享说,什么叫通胀啊,美国的通胀,那就是美国这个境内,因为疫情啊,印了很多的钱,这些钱洒出来了,导致美国本土里面的美元太多,结果你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打仗,全球对于避险情绪的追求,抛售了非美货币, 然后呢,都去不断的来买美元,就是当全球又开始替美国人来消化美元了,所以这也是一个,呃,就是解决通胀的一个方法,油价高企啊,确实是问题啊,这确实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,今天大摩也在这个地方讲说,如果战争持续的话,油价高企会导致通胀下不来,但是呢,就刚才我讲的,美元的这个地方, 全世界的人在帮着美国又开始去消化美元了,因为他们都是去买买买,寻求美元的这个避险的这个情绪,在这种程度上,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对冲一下,原油高企不下的这种可能性,行,然后再就是小麦啊,小麦呢,是ZX,呃,ZW,ZW,这个是小麦的图形哈,因为俄罗斯,这个也是没有战争的话,我们也学不到这个地方, 俄罗斯啊,乌克兰呢,这都是世界上好像是那个土地吧,啊,比较好,他们也是小麦啊,这种很大的这种粮食国,我看这个,呃,施光哥在做节目的时候强调了,说是俄罗斯可能会抑制住美国的粮食喉咙啊,会让明年的这个粮食,呃,不行,真的假的,我也不太清楚,这个是要是专业的期货大师们,呃,有深度研究的才可以,这期货还是很广泛的,很多的期货大师呢,穷鸡一生, 他们只能研究一到两个品种,多了就研究不过来了,这个小麦反正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凶残啊,这种已经开始爆拉的走出极致性行情的这个产品呢,你不能说他马上就要见顶,只能说胜率比较高,比如说你做空的胜率比较高,但是你说见顶,他已经疯狂了,就在顶个四五天和六七天呢,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,所以这种疯狂性的产品呢,咱们尽量就别碰,回过头去想一想辉瑞,当时辉瑞都封城 什么样子了,这种连续,你看在这一二三四五六,这六天暴涨,非常凶残啊,这五天,可是你看现在这个辉瑞是在什么位置上面,所以现在的,我觉得原油和小麦啊,这种大宗商品的,有一点点辉瑞的这种感觉了,不去进场做多啊,不去追涨,终究是对的,你想想,如果你昨天进场去做多行情的话,是不是有下次, 是不是今天就会有一点点问题,哦,市场呢,还是在震荡,大家稍安勿躁,耐心的继续等待市场的震荡,看看给什么方向,我给了一个我的观点,然后我也给了一个承认错误的点,所以呢,就看市场接下来是怎么走了,好吧,然后一些产品,比方说Tesla,大家在问特斯拉怎么办,我今天看特斯拉破位了,30分钟的这个箱体整理呢, 他选择了向下破位,确实是破位了,呃,反抽,可能会有个反抽,然后再继续看低,我看回到个800块钱,差不多吧,还是有点看空啊,然后航运类的股票是真厉害啊,航运类的股票呢,还在涨,呃,我也不太敢追涨啊,这个地方涨得很凶残,但是如果有回调啊,逢低的话,还是可以去考虑考虑的,行,那以上是今天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的,像这个盘中时间段, 呃,我们的交易,盘中时间段这种来做空这个市场,这个都不是提前能预测到的,像今天早盘市场一路下行,对于做空的人来讲,其实你也没什么机会啊,对于做多的人来讲,就别想了,就给直接给埋了,但是对于做空的人来讲,其实今天早盘一路下行,你也没什么交易机会,除非你前几天埋伏进去了,但是盘中时间段通过整理,我们能发现一些弱势,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跟进,呃, 呃,这个只能在盘中时间做,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,想要盘中时间段的话,和我们一起在,呃,市场当中做交易的话,大家可以去saurima,找联系客服,然后加我微信,我们一起,这个盘中时间段抓市场的卖国,好吧,谢谢大家,咱们明天见,拜拜。 拜拜。